我覺得一國兩制各方面都不會被英文統治 我們的時候少,民主好,自由好 不單止沒有少,而且是加多的 那怎能夠因為你自己這樣反對,國對反對而反對 這樣就去講呢? 我覺得是公道點好 我覺得香港從來跟內地都是血龍於水 香港跟台灣的關係一直都是不錯的 因為大家都是中環民族 是休戚已共的 你都要將它斬開 你不單止傷害到香港 亦都傷害到台灣 對國家亦都很不尊重 而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它有三方面 香港是應該要三位一體的 我們說要有香港情懷 但是我們要有國家觀念 同樣我們有世界事業 而實際上我們看今時今日 我們國家在世界上的角色 無論在經濟上、在軍事上 舉足輕重的政治實體 你不能夠憑你一己之私 或者你的認識不全面 你就這樣去公開 不是從那個事實實的角度出發 如果你不根據事實 然後去硬要扣一國兩制的分 越扣越多 的話 我覺得你對香港人 你對台灣的同胞 或者對兩岸的同胞 其實都是瞞著良心 去講一些方話 對香港人不好 對台灣也不好 或者對兩岸的同胞也不好 或者對兩岸的同胞也不好